有时候要去画一些图 画一些图这里面不够 或是说我们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怎么样可以去画出更好的图 这时候囤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 那这里面的图是有限的 怎么样去增加呢 增加的方式 首先我们先打开 打开这个例如说我们的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输入 PowerBI的VIZ 这个VIZ的意思就是视觉图的缩写 那例如说这一个 Custom就是制定的一些视觉化的一个意乱 那您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可以看到有这一种图 这一种图 这一种图的话 它就是指说 假设我们这边有几个业务人员 然后呢它有几个产品 然后跟客户之间的一个关系 当然它可能都是用总价来当作是计算的基准 那稍微注意一下 在这个地方它都是用 应该是说文字栏位去找关系 好了 那这只是换另外一种直条图的呈现方式 它是用百分比的方式来去呈现 这是文字语音上次看过了 所以相对的 你这边大概可以知道说 没有这些图 有这些图是可以去使用的 好了 我暂时不一一介绍 我就先介绍这一个 这一个叫做生体图 那你看当你要用这个生体图的时候 它这边是不是就有一个影片的说明 对不对 那有空的时候再请你们自己去看 自己再去看一下这些图怎么画 那重点是你想要取得这个图的一个画法 我们是不是要AID的 那总之反正我等一下就会给你们这张图怎么取得 它这边开始去试着去下载它的Sample 这边Download一个Sample 有看到 还有在这个地方第一个步骤 这个选择这一个动作 就是去下载这个生体图 这两件事我都下载好了 所以我想等一下再分别介绍给你们知道 可以吗 就是说你可能要先下载这一个 这是范例 你范例不下载无所谓 可是这个是那个图的应用 你一定要下载 好了 那接下来 接下来呢 假设我现在我开一个新的新的工作表 我想去画刚刚那一种图 可是这边是不是没有看到那一种图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点这个点点点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 汇入自定视觉效果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它说 现在开始你是要汇入一个自定的 自定的英文单字就是Custom 就是顾客那个单字 加ER就变成顾客 制定的一个Viz的一个效果 那你可以点这个深入了解 好 我们就直接点汇入 接下来呢 请等一下你就去找找这个Sanky 我是放在这个Sanky S开头 S 这个Sanky 好 然后接下来选到这一个之后呢 好 这边我下载了好多个Sanky 不同版本 好 就先用这一个好了 Sanky 然后开启档案 然后确定 这边是不是就有了这一个 这是刚刚增加进来的 好 点他 然后接下来 假设我想要去看 我想要去看就是说 我的业务人员 它跟客户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们先不要看太多 我们就先看客户人员跟什么 我的业务人员 所以业务打勾 然后跟什么 跟我的 这边有一个叫做客户 我看 我们先看业务跟产品好了 好 那这个地方你要是 都没有给他一个权重值 这个权重值的话 好 那会变成就是说 他都是一模一样 你先看一模一样的意思是什么 一模一样的意思就是 小张针对这个荧幕 好 他有一条线 瑶瑶也会有一条线 对到荧幕 英雄也会有一条线 对到荧幕 大家是不是都是一样粗细 这样是不是就不太好了 好 那你看一下 请问一下 集中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中间 集中的地方一定是在中间 好 这我想应该都没有问题 可是重点 我们要把这个 总价放到权重这个地方 他就会有粗细的差别了 对不对 好 例如说 从这边小咪 我们就知道说 小咪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笔电 有看到 小咪主要的销售 以笔电为主 那老王也是笔电 英雄也是 英雄不是 英雄是不是就换桌上行电 是不是就可以从这个地方 来去看到彼此 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通常你在找那个 两个文字之间 两个应该叫做向量 向量之间的一个关系 可能透过类似像这样子的身体图 可以去找到你所想要看的事情 所以大家可能都是以什么为主 以笔电 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这样讲 因为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笔电 笔电 有看到 笔电比较高 可是呢 在这里面 谁是属于奇葩 英雄 对不对 英雄 他的主力 不是笔电 而是桌上行电 应该可以从这张图 很快的去了解到这件事 好 所以现在 就要请你们动手来去做 这张图应该叫什么图 这张图应该就是叫做产品 产品 产品 业务人员 业务与销售 业务与产品的一个销售 的 的 的 圣区圖 那就麻烦你们动手做一下这样子的一张图 好